由 KTSF 26台及東華醫院聯合製作的《聚焦東華》 由東華醫院特約贊助播出 《聚焦東華》除了令你對東華醫院加深認識 更令你對社區加深了解 因為東華醫院是社區的一份子 它裏面的人和事物 正正就是社區裏面的人同事 事不宜遲,立即和你們一起聚焦東華 《聚焦東華》 花生過敏是一種時刻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食物過敏反應 很多案例當中,就算是小小的花生 都有可能導致嚴重甚至死亡的過敏反應 根據最新的研究發現 皮膚斑貼對花生過敏有一定的幫助作用 皮膚斑貼又叫做表皮免疫治療 主要通過在局部皮膚表面釋放花生蛋白 令細胞建立對花生的內受性 研究員在過去一年當中 對74名4至20歲的志願者進行實驗 結果發現,接受較高劑量花生蛋白斑貼測試的志願者 一年之後,能夠吃更多花生 研究還發現,皮膚斑貼對於4至11歲的兒童更為有效 而年紀較大的參與者則效果不明顯 皮膚斑貼測試的志願 所以,Kevin,我們現在在我們的檢查室 好的,Dr. Ng已經帶我們來 另一個高科技的地方 就是電腦掃面室 所以,什麼是檢查室? 檢查室是採用 最多人都知道的 用X-ray beam 用一個很強烈的電腦 來製造2D和3D的照片 在身上的身體上 很高極度的細節 CDScan電腦掃面室所做的事是 利用一些輻射 用一個很快的速度 將我們體內的東西 即它的器官等等 做一個非常清晰的演繹 可以用2圍或3圍,即所謂的3D的影像 就是投射出來的 所以,你還有其他技術 在你的部門的部門? 一些地方我們沒有去過的地方 包括射射醫療 它使用少許的電腦 進入身體 去看病毒的方式 被採用了採用器 例如,如果你的血液在血液 我們可以採用這樣 好的 還有一個叫做核子醫學防射部門 可以看到裡面有沒有內進血 還有其他地方? 有其他地方 有其他地方 包括超聲波 它使用聲音波 去看病毒 在身體上 還有其他地方 是因為我們使用它沒有燃燃 還有超聲波 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透過超聲波力 可以看到體內有不同的 疾病、疾病等等 還有其他地方 有很多新的技術 在你的部門 你覺得最重要的是 在你的部門? 我們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 遇到新的技術 最新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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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認為 沒有改變 甚至這新的鎖 和新的醫療 是 我們有很多最新的工具 從社會 從社會 都會負責 我們社會 這就是我們的 秘密 廣告 好 它的房舍部 已經有最新的科技 CD scan 磁力公正等等 但Dr.Ing說 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無論你的科技是多新 真真正正 裡面的人才是最重要 如何服務我們的社區 才是最重要的 剛才Dr.Ing說過 最重要始終都是人 他們的員工 因為無論設備 多先進也好 萬變不離其中 人始終是最重要的 當然要跟他們的員工聊天 站在我身邊就是Emily Emily在這裡服務了多久? 20年 做什麼? 做選擇博 好 對於能夠服務華人社區 在這個房舍部的工作 有什麼感想? 我非常享受工作 在這裡幫助我的社區 當他們到達後 他們都很舒服 知道我明白他們 我會說他們的語言 我會令他們很舒服 能夠來到這裡 有一個懂得你語言的工作人員 其實是一個非常親切的體驗 現在站在我身邊就是 房舍部的另一位員工 他是這裡的經理Wing Wing Wing,你多久 在電腦科技部工作嗎? 超過30年 那是長時間 這代表你一直在 工作中國的社區 很久了 那你覺得如何 你覺得如何 這件事 這件事很嚴重的經驗 幫助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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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 這件事很重要 今天和大家看過東華院的放射部 認識了很多新的儀器 但其實最重要的 原來是認識了很多熱心服務社區的人 關根究底 無論是一個公司或是一個機構 設備幾何先進都好 最重要的始終都是人 成人如果經常飲用含糖飲料 準備其他避免或很少接觸含糖飲料的人士 患糖尿病前期的風險高出46% 根據美國塔夫斯大學的最新研究發現 無論是可樂等碳酸飲料 或是果汁飲料 例如檸檬水和水果檳治 會增加胰島素抵抗性 導致疑患二型糖尿病的風險大大增加 每週喝大約12盎司的含糖飲料 胰島素抵抗性 將給少喝或不喝的人群高出8% 這個研究為證明含糖飲料 會增加疑患糖尿病的風險 提供新的依據 好消息是 如果提早確診 糖尿病前期可通過改變生活方式 如飲食及鍛煉而得到改善 現在坐在我身邊 就是東華醫院放射科的部門總監 Dr. Roger Ng Roger原來是第五代的華裔移民 他現在在東華醫院做甚麼 他的家庭背景又如何 現在馬上跟他聊聊 Hi Roger, thanks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Thank you Kevin for being here I know your family is also working in Chinese hospital They are also doctors So would that influence you to choose medical study in college? It definitely had reinforced my interest in becoming a physician But crazy enough I was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 doctor when I was in third grade Much like others want to become a fireman or a policeman I just never grew out of it And pursued that dream to where I am today Why? Why when you were so young you wanted to become a doctor? Again it comes back to that philosophy of trying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I think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do that than to help others in need And who are in need of becoming healthy again 作為一個醫學世家來說 對於爸爸、家人、親戚都在醫院工作 對於Dr. Ng是有一個某程度上的影響 但其實原來他自己個人來說 他很小過在三年級的時候 已經很希望做醫生 為何有這個夢想 原來最主要是回歸社會這個原動力 讓他選擇醫生在他的中心業 So I know you are the president of the San Francisco Medical Society So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at society? Certainly When I was recently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an Francisco Medical Society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represent all physicians throughout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On all healthcare matters And as much as I'm able to serve in my capacity here at Chinese Hospital This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at year to be able to represent and try to advocate on behalf of patients throughout the entire city Not just our community So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at I continue to be active in that capacity as one of the leaders for the medical society today I know you are from Chinese Hospital So does Chinese Hospita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at medical society? We've got a long history of many of our physicians from our community being active in the greater community as well I think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fairly large segment of San Francisco who hails from our community There is a voice there that we are able to provide to the rest of the city in terms of our experiences that benefits all San Franciscoans in terms of their health Dr. Inng其實她是去年的時候三藩市醫學會的主席 其实不只代表華人社會 她是代表整個的三藩市醫學界 而東華醫院在這個醫學協會裏 其實也有非常長的歷史 其實也都是華人在這個醫學會裏 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聲音 所以今天,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家庭和自己的经历 谢谢你来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梁优二汶 以下我们会解释一下什么叫骨质密度 Bone Density 身体的骨质会随着年纪老化而流失 使得骨头变得稀薄和脆弱 容易发生断骨 增加患骨质疏松症的因素 包括亚裔或者白肿人 骨落细小的女性等等 增强骨质的方法 包括高钙质食品 足够维他命D和负重的运动 你可以询问你的医生 有关骨质密度素描的检查 如果你是华人保健计划会员 华人社区健康资源中心 可以免费提供初步骨质密度测试 地址是Pacific街835号 如果你想取得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请浏览华人社区健康资源中心的商与网站 www.cchrchealth.org 不经不觉 今天的节目时间都进入了尾声 想更加了解东华医院里的人和事物 在下次的节目时间 准时收睇《醉焦东华》 由KTSF26台及东华医院联合制作的《醉焦东华》 由东华医院特约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